我們有準備了160台的電腦 那志工們大家有空的呢 也有利用一個星期一假日呢 到內部科技園區 我們的辦公室那邊去設定 因為必須要全新的 你要拆開來測試 把它做一些設定 那大家都做得很愉快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訊息 所以有160台電腦 然後經由網路散播出去 有需要的這個 我們當初的設定是說 小學五六年級 最好是六年級 要升國一的 那家境清寒買不起電腦的 那比如學校推薦 一個學校一所學校一台 可以這麼申請 那新舊站轉啊 我就接到好多通電話 是校長打來的 第一句話問說 你們是不是炸電器 人世間有這麼何康呢 人家今天大部分都接那個 Second Hand的 就是舊的電腦 你們是全新的筆電 還有這個全新的這個 電腦筆記錄畫螢幕的 那我就一一解解釋啊 解釋 然後有好幾個志工 他們搓出時間 陪我全神跑 我們也跑到山區裡面去 也繞到台中 也到花蓮 然後還有教會 因為他們有在衛學中 在做課 他們也缺電腦 那這些電腦 我們開始得開到那種 真的 風景很好 好 可是呢 教堂很不便 那其他那邊來講的話 是 牧師通常都還要去 到更深山裡面去 照照顧 這是 一些 教友 那教堂就空著了 或者是把電腦就放在 他們的門口 我在想說 應該可以經得起考驗嗎 不會 資安那麼差 被拖走 然後我們還送了秀坎 因為去年年旅的時候 我們送了每位志工秀 秀秀坎 今年 抱歉 就是 洗品一個 小小的儀式儀式 那我 這樣跑過 因為 各種宗教的 我們都一律一視同仁的 你有需要 你有在做 我們就 正好有這一百六成天 我們就做 做back up 來 來支援 那時候才發現呢 好多修女跟神父呢 他們是 歐洲 或美國 都過來的 然後總統我們有一位 有一位 一位 學姐 惡理您那個是誰 哪一位 就是 他說他以前在新竹 他的父親就是 就是 負責在教中文這些 這些 從教廳 派來的 派來 然後呢 就在那邊 集訓 集訓教中文 他上兩年課 他說 他說 姓烏 烏乃 烏乃 烏乃乃 烏乃乃乃 烏乃乃乃 對 對對對 我們吃 吃 他說他看到這些年輕人 大概都是20歲左右 他們許下的宏願 來到臺灣 來到臺灣 直到 直到他們不能再做 再回到他們的故鄉去 那這些人來講 現在在臺灣 各個 各個這個天子堂 或者教會 他們在那邊 在那邊奉獻 過很多事情 我 我見到的以後來講話 就覺得很感動 就覺得很慚愧 那個跟我們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 是他們對上帝的一個承諾 就在這個 陌生的一個環境 大概就四十幾年了 四十幾年 我非常非常的憋苦 所以我就 會問他們說 如果 我們可以 可以幫人嗎 我說很慚愧 我沒辦法再配分離奇 再做這些事情 有需要的話 是 再跟我講 然後我整來給大家 好 大家來講話 是 稀少成多 就可以去支持他們 最起碼不要讓他們在那邊 陸軍混戰 這個是 這邊提到兩個人 因為我經營電腦公司 好多人都在問我怎麼創業 所以當電腦公會成立的時候 那個施鳳先生 他接第二任的這個理事長 我那時候跟他不怎麼說 我被通知說 我高票當選 當選理事 然後後來又高票當選 常務理事 我在想說 我連 從小 我選班長選什麼 我都沒有投我自己票 所以電腦公會那個時候 我也沒有投我自己票 因為電腦公會的這個 副總幹事 副總幹事 張勇 張勇梅 好 這個總幹事 顧全昌 是很久以前 我們就很認識的 他張 張總幹事來講話 是非常的優秀 他流入的 我創辦國小的時候 我那時候待著 沒有賺錢的意味 公司的宗旨 創辦宗旨 好多人看著都覺得好奇怪 你好像是公家機構的樣子 服務設計 報效國家 任何的公司都後面創造利潤 回配什麼 我沒有 我就服務設計 報效國家 所以呢 我最後來講 公司 公司我 我把它結束掉 我就完全退休了 我就跟那些股東 道歉 我說我做到了公司的這個 創業宗旨 服務設計報效國家 就是沒有幫大家賺錢 這是很抱歉的事情 我剛創業的時候來講 我會到什麼 會去 師大 租這個 中和大樓的這個禮堂 用星期天 我都免費的在交 電腦基本概念 我那個廣告 每一個禮拜都在廣告 然後我告訴大家 我王金龍就是有那個本事 你完全不懂電腦 三個小時後 你的電腦實力六十分 但是呢 你要很下功夫的 每一年才會增加一分 那我鼓勵不管你是 是不是學理工的或學文的 過來 那個產生很大的效應 沒幾年我到西谷去的時候 來講話 到幾個公司去拜訪 很多人衝出來 王金龍師長 謝謝你 謝謝你 他們有的學藝術的 有的是 學中文的 可是呢 到美國去來講 好像是轉視訊畫面的 那 無形中來講的話 因為他們接受我的這樣一個建議 他們就 改變成他們的基因 跟命運 那 有一天晚上 我接到西谷有四天的電話 王金龍 王金龍 明天第二天只要來我們 這個電腦展 他第一次來台灣 要來電腦展 那 我們都要用英文 講話 我說好啊 沒有問題啊 要歡迎他 那第二天的時候 就是 當時候是 電腦做最大的是洪基 第二大的是全腦 全腦 全腦也收起來了 因為全腦 全腦做的是 黑字倒閉 是賺了錢 但因為規模擴充太大 他是已經我們成大的 一個物理系的學長 好 我們三個人代表 電腦界 三千多家會員廠商 來 歡迎第二天 第二天 結果呢 他們兩個 推我先講 就英文講 今天是一個 很有意思 一個日子 六月十二號 是美國夫妻總統的生日 那 是 比爾街先生 第一次到台灣 逛我們 台灣人是一些電腦經營 認識的律師 也是在下 的生日 還要笑 謝謝 同樣都是軟體的經營者 我們知道軟體是一個 途中生有的產品 也是一個 從心靈來發展的 這樣的一個產業 那 我們希望 比爾街先生來講 他是 不但是全世界最大的這個 軟體巨破 將來來講 能夠為這個世界做 更偉大的貢獻 後來來講 因為我講這個時候 他笑得很燦爛 後來來講 他做到的 我們都永無共睹了 幾乎把他的財堂 全部貢獻出來 那真的很偉大 那我國橋推出中文系統 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被 全世界認定是 我們那個中文字型 是全世界最大的中文字型 那比爾街 比爾街斯來講 他是 他 在大學只念一年 他可是呢 他念的時候 是專門去研究 書寫體 對這個字型來講 非常的考究 所以呢 這個美國 蘋果公司的 有電話過來 說 想要使用我們的這個 國橋中文系統 請我們授權 我就跟他回信啊 就說 這個就送給你啊 他們很開心 把他們的那個 麥克風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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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這邊 我的感受啊 好 兩個都是 對這個 世界 很有影響的 那 這兩位來講 有一個特徵 就是大選呢 就是大選呢 公願念完 都念一年 我講 好 那現在的Facebook 這個 這個 創辦人 也是一樣 他們這些 特點來講 好像是 他們選擇做自己 而且過有特色的 一生 這當然會有風險 但是 所以像 我們到這 這樣的一個年齡 你想要過什麼樣的這種 人生 幾乎你自己已經選擇了 如果你現在來講 還是說 我現在要變成億萬富翁 你在折磨你自己 好 財富 財富是 你在這一生中 或者是你在一段時間裡面 你做的 事情來講的話是 沒有出差錯 沒有出太大的片差 你自然然就會 運氣好的時候 很多財富 運氣普通的時候 普通的財富 絕對不會餓死你自己 那我到各個學校去演講的時候 就跟學生們講 你們在學校 在學校 上課求學 的目標 不是在追求那個分數 不是說說一百分的九十五分 九十五分 不是啦 是你要搞懂 你的這個 各種課程 真正的把它搞懂 那你搞懂的話 是 老師不管出什麼題目過來 你的回答都一定是得理的 你的分數自然而來 就會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成績 不要搞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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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搞錯那個人生的目的 或者是求學的 這樣子的一種真正的目的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些 你們會覺得說 好我年紀這麼大的 我好錯了 你的孫子 正好 你可以把這些理念 再加上你的人生的經驗 去融會 你去引導他們 讓他們比較早有這個觀念的時候呢 他的一生呢 就贏在旗袍上面 那 這麼多好的種子 到在各個領域去花芽 他們又懂得分享 真真諦 這影響是 是全面性的 是很大的 那 最後五分鐘 我講完了以後呢 我們的一些職工 就要過來準備發這個 餅給大家 應該今天買的是夠了 我 我 我 運氣也不錯 我在 念成大的時候 到台北來 你事先也沒有買票 我也拿少年合唱場 來國務經營公演 我沒買票 我跟我弟弟講 他連台大放東西 那個票都沒有了 那也不可能 那我不死心了 我就去了 我就去了 我在那個真的 真的票都沒有了 然後看到 看到一位 一位先生 我看他好像是工作人員 就過去說 我是從台南成大 這邊過來的 是不是 你還有 票嗎 能不能 能不能賣我 他看了看我 就說這個比較貴喔 那個時候來講說 我還算 有經濟基礎 因為我 我繁殖魚在賣 我當好多水族館的這個顧問 我是南台灣的這個鬥魚大王 好 那個鬥魚來講的話 是家裡頭那個去倒霧桿那個 那個醬瓜 我去買一個一塊錢的洗乾淨 我們家都擺了一兩千瓶 那每一隻都是一隻鬥魚 然後是水族館的這些老闆 我賣他15塊 他去賣50塊 因為他是活的東西 那時候買那個小鬥魚的話 一隻我賣他5塊錢 那他們就會賣20塊 所以呢 他們最怕我沒有魚 有魚就是說 他們專手的人又過來了 那 我賺的錢 我都跟同學分享 那念成大的時候 那時候是好多是從各地來的 晚上念書念到肚子館 沒有錢買東西 都賦予需要 現在賦予需要 賦予想說 快點了齁 我就知道了很快 錢抓了一把就出來了 我都是從那個民族路街 街口就知道這個 西門元環那邊 再吃回來 再吃回來 那時候 就是這樣子 這樣很高興的 今天 爸講到哪裡去了 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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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做的話 前面 啊 是誰做的 我前面這把 在這把 獎金我先生做的 我做的 那麼近啊 我就在看他 觀察他 我這個是頭好大 然後 新一夜二天 他下去決心 因為那個時候 總是 總是對他很 很 很尊敬 很尊敬 尊敬 也沒有什麼樣的企圖 也沒有什麼樣的目的 哦 哎 哎 你的票多少錢買了 忘了 哈哈 我剛剛說很有錢 啊 我還到那個 宜蘭去 景裡 景裡來講話是 他們的房子 然後我會挑啊 一個池 大概是兩三千隻 我就挑三隻 這三隻來講就是 一等一的啊 我買的時候來講 一支 五千塊我也買啊 到台南我去 不休幾家 那個別墅 去按電影啊 哦 出來 我都買了萬塊錢 他覺得說 真的 真的是跟他在日本 看到那個比賽的一樣 不過當然我兩三千隻 去挑的這個三隻 當然很棒啊 這是 靠著賺的是什麼 是一個影光 一個技術錢 不是去核詐 不是詐騙 也有紡織廠的老闆 還有那個呂松 跟呂先生一樣 跟我一直買 就買了 買了十幾支 有時候說 好幾萬年啊 有的錢來講 他是 我就贊助 這個球隊的這個球衣啊 或者是 喝什麼 他就說 有 我們家也有錢 其實我爸爸是當老師啊 哈哈 好 那個整個 吴威娜唱和唱 演唱完了以後來講 他是 他說 我看你奇怪 他怎麼沒有從那個出口 他 他跑到 跑到另外一邊去了 不見了 就 我就走了 走過去 那個時候學生 你知道 我看起來我就很像便衣耶 哈哈 看見人員啦 所以呢 城區實路 那邊就當了啊 然後呢 他說 報告部院長 他那時候當請那樣部院長 報告部院長 看一看 以為就是說說 這個是 他的 這個 國安局的 誰是誰走 那有什麼事啊 然後很前述 什麼事 我說 我是成大的 學生 然後他馬上 那種 本來奔得很緊 齁 就很 很 何來可親的 齁 齁 然後 跟我握手 齁 齁 那個手很軟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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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那個感受 然後呢 他要跟我聊 我在想說 我這就滿足喔 我摸到手了 哈哈哈哈 我說 我說 歡迎 部院長呢 能夠到我們學校 城大來 結果我們第二天理的時候呢 他真的來 然後說 同學都知道 我跟他有這樣的一面之緣 就把花 交給我 那我們那個花是我們學士袍齁齁 很粗的這個黑的衣服啊 那個 那種鐵絲啊 這個是 用玫瑰花 這麼慘的 我們 那個粗的衣服齁齁 不所謂這麼慘 他 他在手傷當中啊 因為民國六十四年 齁 老公 過世啦 他穿黑夾克 我去那邊 奇怪 他沒有手袋啊 我想想說 這個同學叫我 幫他疊上去 我就在他的新的這個 這個 假設去挖的 動 現在想想實在太慘了 呵呵呵呵 可是 哇 她也很開心啊 她認得出我 就出來了 那 一樣的 因為學校來講都有考得系 她們 這個 我 我到什麼地方齁 通通都是 包括我在部校 或者是在 在 去那些長官 什麼 因為我都不曉得 我裡面被寫些什麼 啊 是重點栽培的人 看到他對我很客氣 常常放我東西 這個是 這個要 不要 嗯 好 好 你看嗎 陳水扁是我同學啊 然後呢 李托衛李總統啊 我們 我也得過獎啊 他也頒獎啊 他的手 就沒有 就沒有講 李國先生那麼多段 但是也是很 也是啊 滿 滿暖的 通通我也進去了好幾次 那 馬市長啊 他現在的這個好文兵 時空一過的時候啊 他們都要退出武來 所以呢 中國歷史這種幾千年下來的 來講話是 那些帝王將相 怎樣 神器 到最後來講 這還不通通都要退下來 所以呢 我們人 來講話是 配到我剛剛講的 我們這一生來講話是 就好好的珍惜 那 也許 我們還有二三四年 就是比較過 那這二三四年 你希望 把他活得精彩 然後 你分享 照顧自己的 孩子 照顧自己的 親人 照顧自己的 子孫 也把多餘的 跟大家去分享 好不好 那 現在來講話是 我們 請李北方 還有幾位 比較年輕的志工 叫他們去安順備 好不好 大概 有五位來幫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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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